现在出现了两期确诊病例 那么当然相信很多人再度要检视家里的口罩到底够不够 而消息会的调查发现市面上贩售的口罩 有部分业者呢把口罩的有限有效期限造假 在过期的口罩上贴上了新的有效日期 让防疫大打折扣 而且集中在一般民众比较信赖的N95型口罩 几乎是百分之百不合格 要提醒你在购买的时候多留意